激流拍案 气势磅礴 感受虎跳峡的汹涌澎湃 穿越香格里拉大峡谷 寻找传说中的世外桃源 走进云南白马雪山 泄后五彩斑斓的野生动植物世界 这个蓝色可以说是天空的蓝色 太奇妙了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山河锦绣看中国 彩云之南刺激长卷 正在播出 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 有着彩云之南的美城 云南青梅多高原山地 大山大川 雄魂壮阔 气势磅礴 人们常说云南是云的故乡 那里的高岭深谷之间云雾缭绕 宛如仙境 云于青藏高原的金沙江 从狄庆州进入云南省境内 一路南下 在流青丽江玉龙县的长江第一湾之后 忽然掉头北上 从哈巴雪山和玉龙雪山之间的峡谷中穿过 塑造了汹涌澎湃 文明天下的虎跳峡 太壮观了 来来来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虎跳峡壮丽的景色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水边 可以说现在这个江面 就像是一锅煮沸来的开水一样 浪花拍打着浪花 溅起了四散的水雾 我现在站在这个江边 水气打在脸上 湿湿凉凉的 由于这个浪很大 可以说是这个 涛生震吼玉龙 所以来到这里说话 得有喊的 眼前的虎跳峡 惊涛拍岸 山谷轰鸣 水气腾空 江水如蒙湖下山 一泻千里 让人惊心动魄 向导隔散告诉我们 拍摄时还不是虎跳峡 水量最大的季节 每年的六月底至九月下旬 是金沙江的风水期 虎跳峡的水位 要比现在高出十几米 那时的虎跳峡 更加涉人心魄 其实刚才在山上 看远看这个江水的时候 觉得老虎还有可能跳一跳 但是真的站到这个江边 我觉得多大个老虎 都跳不到这个石头上去 太远了 而且这个石头特别大 对 有没有统计过它大小 据数据是它 这个石头高16米 它有16米高 16米高 现在我们肉眼看出来 它不是海水那种 五六层楼那么高 对对对 然后体积有350立方米左右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 能够掌握的数据 具体的重量的话 就还没有估算出来 所以它在滚滚的江水当中 可能会显得有点小了 对对对 但其实是一块巨石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江面 感觉在水中 它像是一块江心石 但其实再离近点看 它又像一座小山一样 亏然不动 这么大的浪花打在它身上 完全对它没有丝毫的影响 江心的这块巨石 被称为虎跳石 它犹如孤风突起 把金沙江一分为二 传说中有一只猛虎 从玉龙雪山一跃而下 跳到了江心的巨石上 然后飞跃到对面的哈巴雪山 虎跳峡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虎跳峡长约17公里 江面落差210多米 两岸是几乎垂直的悬崖绝壁 东有玉龙雪山 西有哈巴雪山 两山对峙 中间的江面最窄处只有30米 山峰与江面形成了2500米 到3000米之间的巨大落差 使这里称为万里长江的第一大峡谷 每个游客来到这里都会觉得 非常的震撼 他们觉得有可能离开了 城市的这种喧嚣 来到了大自然 看到了大自然的回国 之中有这么气势 杭博的东西 他们的心灵得到了喜敌 得到了震撼 震撼这个词啊 我其实深有感触 虽然我们来到这个时候 不是虎跳峡水最大的时候 但是站在这个岸边 才觉得大自然是这个气势磅礴 站在这个位置就能感受到 自然的回复成功 给这个人类心灵的这种震撼 是非常的强烈的 金沙江从青藏高原上奔逃而下 在横断山脉中 万叶流淌了千里之后 在虎跳峡积蓄了新的能量 以更强劲的动力继续奔向大海 除了虎跳峡 香格里拉的身处还隐藏着一片 未被人熟知的秘境 巴拉格宗 正如文学作品中所写的那样 香格里拉是东方群山峻岭中的 一座神秘山谷 而现实中的巴拉格宗 正是这样一块近乎桃源的净土 巴拉格宗位于尼西湘境内 是三江并流 世界自然遗产 红山片区的重要景区之一 如今它也和碧壤峡谷一起 被称作香格里拉大峡谷 我身边那条河叫做钢曲河 它再往下游走十七公里 就会汇入金沙江 一路行车到这里 两岸高山耸立悬崖险峻 植壁非常茂密 气候也很湿润 和我面相中的香格里拉不太一样 所以这里也被称为 香格里拉的小江南 我们这一趟的目的地是前往海拔 5545米的隔宗雪山 而现在海拔只有2300多米 这样大的海拔落差 形成了这里非常丰富多样的自然景观 所以我们这趟行程 在当地被称为日行四季 走吧 先从春天出发 香格里拉大峡谷全长约154公里 主峡谷两侧还有上百条的支峡侧谷 这些峡谷属于典型的冰川峡谷 由冰川龙水冲刷切割地层裂缝而形成 香格里拉大峡谷的尽头 是海拔5545米的隔宗雪山 它是康巴底区的三大神山之一 也是我们此次形成的目的地 往这边可以看一下 它在这个悬崖峭壁上的话 它有三种颜色的石头 你看出来了吗 黄的 黑的 对 还有另外一种石头 黑色 白色 这三种颜色 是吧 有白色 加上一些树木的点缀 就形成了一幅山水画 水墨画 眼前的峡谷呈U字形 两岸是颇度为70度至90度的悬崖绝壁 两边的山体距离很近 人在峡谷之中 仿佛伸出一条蜿蜒曲折的身像 在谷底奔腾流淌的港区河 是金沙江的一级之流 全长101公里 天然落差2270米 它由温水河与塞纳河两条之流 在上游汇聚而成 在汇入金沙江前约14公里的地方 港区河成为云南省和四川省的结合 然后这水里面的话也有很多雨 这个雨的话也是有两种雨类 一种是江雨 因为我们这个土化江的话 就是峡谷江雨了 有一种就是冷水雨 这个冷水雨的话 一般都是在这个高原琥珀里面 但我们这个水的话 它就是由这个九座雪山 浮化出来的水 所以这里面的话出现这个冷水雨 所以它水温也不高 是雪山溶水 港区河水质清澈 水中野生鱼类的品种非常丰富 由于是雪山溶水 它的水量受季节影响很大 夏季市 水量能达到目前的四到五倍 离开河谷 我们驱车沿着盘山公路 向山上行进 一路上我们看到山谷里 玉与葱葱 植被茂密 景色宜人 保持着原始的自然生态 自从巴拉格宗生态旅游景区成立以后 对植被生态的保护更加严格 有专人巡视和检查过往的车辆 禁止砍伐一切数目 我们顺着公路 在险峻的山谷中继续蜿蜒向上 一路上有很多180度的回头弯 车辆左右盘旋 不绝间已经到达海拔2500多米的高度 班丹拉姆神山近在眼前 在我们的镇前方这座山看到了吗 它是非常神圣 用这个藏语名称说的话 它叫班丹拉姆神山 用汉语说的话就是吉祥天墓 这个神山就像一个莲花的花瓣一样 是吧 哦 还真像 非常像是吧 每一个这个小山峰 就像这个莲花的一个花瓣 对 花瓣一样 中间有那个花蕊部分 高高耸起 对 非常壮观 站在观景台上 整个峡谷尽收眼底 班丹拉姆神山威俄颂利 在云雾中时饮时见 扎西生于1994年 他的家就在大家谷的身处 一个叫巴拉村的小村庄 童年的生活记忆让他难以忘怀 那时的巴拉村还没有公路 电和通讯 也没有商店 村民们即使有钱也无处消费 与外界的唯一通道 就是一条古老的人马翼道 要徒步走几天的时间才能出去 当时出去很困难吗 怎么走 很困难 因为现在这个的话 以前的人马翼道都是从这里面的 都是不足一门宽的路 人马翼道就是 你们常说的就是这个长马古道了 不足一门宽的路 非常艰难 村民们每次外出都是一趟艰险的旅程 扎西说 2008年从214国道至村里的公路秀通 这条长35公里的公路 让巴拉村终于结束了 这种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 告别班丹拉姆神山 我们继续向格村雪山进发 香格里拉大峡谷的垂直气候非常明显 从河谷亚热带到高山寒带 形成了一山分四季的立体气候带 真正体现了河谷盛夏 山区春 高原燕秋 雪山冬的气候特点 车窗外渐渐出现的雪景 提醒我们已经到了雪线之上 此时的高度已经超过海拔3800米 走着走着就到冬天了 现在我们身边全都是厚厚的积雪 我们现在一脚踩下去 大概能踩个十多二十厘米 但是加西告诉我 我们现在下面是有一米深 对 差不多一米多 现在还没话呢 我们现在可以说 真的是从春天走到了冬天 现在这海拔是4256 我们刚才出发的时候2300 我们已经爬高了1900米 所以这个气候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现在就是冬季了 这个寒风凛冽 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度 气温陡降 风速也逐渐增大 体感温度很低 我们穿上了事先准备好的羽绒服 扎西说 到了海拔4700米以上 鸡雪就会中年不化 我们所在的地方海拔4200多米 脚下的鸡雪要到6月份才能融化 到了夏季 这里将是一片开满鲜花的草场 正在聊天期间 山间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不远处的山峰上发生了雪崩 看到了 就在那儿 这里 顶上下来的是一小谷 到下面越跪越多 它是这样的 雪崩了 雪崩 它有这个落差的时候 它像水一样 雪就这样流下来了 是这个季节雪开始慢慢化了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景观 如果是大量的雪崩就要小心了 就离远一点 是会出人命的 由于一到春季 上升的气温使冰雪中的水分增多 重量增加 非常湿滑 在重力的作用下 极易发生雪崩 扎西告诉我们 在雪山上行走 无论是选择登山路线 还是速营地 应该尽量避免被风波 因为被风波容易积累 从迎风波吹来的积雪 休息时不要大声喧哗 以减少因为空气震动而触发雪崩 我们继续前进 来到取灯水上的最佳观测地点 就是这座了是吗 对 这一座 它是一个天然形成的 那它还挺规则的 确实 可以说是大自然 归附什么功能力量 确实 还真的是 它是一个塔形 也可以说是尖顶帐篷形 左右两面像是一个等腰三角形一样 非常的平均 包括它表面的一层一层的 山的纹理也还是比较平均的 它是天然形成的 所以在当年人心中 它就像一座天然的佛塔 天然佛塔 取灯神山位于格宗雪山的东北方向 藏语中取灯意为佛塔 香格里纳的别称为香巴拉 因而取灯神山也称为香巴拉佛塔 在冬季被白雪覆盖时 取灯神山更像是一座精美的白塔 塔庄严圣洁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更加威恶雄伟的格宗雪山 正在前方等着我们 车行20分钟后 我们来到了格宗雪山下的观景台 在我们的正前方 就是我们的格宗雪山了 这就是格宗雪山 对 也可以说是格宗奔松神山 格宗雪山上乌云密布 主风引你在云舞之中 无法见到它的全貌 我们抱着一线希望耐心等待 期盼天气能够云开午散 空气现在特别地冷 吹着一个冷风收收的 应该说是深冬的感觉了 山上下着大雪 但是那边还是蓝天白云 能够看出这个主风 它还是有自己的小气候在 因为它的海拔很高 对 格宗雪山常年积雪 尤其是12月至4年的5月 完全被冰雪覆盖 人际难至 而每年的5月至11月 人们的足迹并会分支踏来 宛如先进的山川围景 让这里成为人们向往的诗与远方 连夜接天水如镜 云南三川把万亩和堂 田园风光惹人醉 这这么几片荷叶 等到成熟的时候就是几十斤了 走进云南白马雪山 邂逅五彩斑斓的野生动植物世界 这个蓝色可以说是天空的蓝色 太奇妙了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山河锦绣看中国 彩云之南四季长卷 正在播出 在滇溪北高原大山的褶皱中 有一颗山清水秀的坝子 那里山川环绕 水美地肥 充满江南水乡的湿乙之美 这就是位于丽江市中部永胜县的三川坝 永胜县因气候湿润物差丰富 被誉为滇溪北的粮仓 三川坝 更因为平坝上的万亩粮田 一直以来都是丽江的鱼米之乡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永胜县的三川坝 因为这里有蒙川 济川 汇川 三条河流经过 也因此而得名 丰富的水资源 使得这儿的农业有着先天的优势 在我身边的这些水田当中 大多种的都是莲藕 虽然现在不是荷叶连天 荷花盛放的季节 但是农户们种下去的藕结 已经发出了嫩芽 小小的荷叶已经伸出了水面 一块一块的水田 接连成片 像一面大大的镜子 把周围美好的景色 都留在了这里 从空中了看美丽的三川坝 地势平坦 水源充足 古朴的村庄错落有致 如同镶嵌在万亩粮田之中的 一颗颗珍珠 作为云南省水产养殖基地 和白铃藕生产基地 三川坝的气候湿润 阳光充足 非常适合种植水稻 莲藕等农作物 我们在路边看到成片的河塘 很多村民正在河塘中劳作 您好 叔叔 您这是在忙什么农活呢 这么去种棉田 种莲藕呢 我去种棉田 这些挖出来要做什么呀 把这儿挖出来一些 然后到别的这个水田里面 再栽进去 听张某林讲 三春把有万亩和糖 当地种植莲藕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明代 至今已有几百年 我们来到这里时 正值种莲藕的时间 听张某林说 挑选藕种时要选藕身肥大 藕头饱满 藕结细小的莲藕 这个一看就是长得特别好 像叔叔刚才教给我的 这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而且它还自己在长这个枝丫 听张某林说 秋天时 每亩和糖能打鱼产 三百公斤莲藕 我们和张某林一起在 和糖里忙活了一个多小时 瓦了几箩筐的藕种 张某林将藕种 拿到不远处的另一品和糖 准备种下莲藕 怎么摘呢 先摆顺 张某林家有十几亩和糖 每年春季种莲藕时 它要在和糖里劳作二十多天 种莲藕有很多讲究 听张某林说 每亩和糖种三百到五百根藕种 种植密度要适中 一般坚取在一米左右 翠湖村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开始大面积种植莲藕 由于莲藕的生长周期短 经济价值高 给村民们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收益 听张某林说 夏秋季节是三春坝最美的时候 那时万亩和田风景如画 莲变的荷花竟相睁眼 在蓝天白云下宛如世外桃源 2015年 翠湖村被评为云南省美丽乡村的示范村庄 这里秀美的天原风光 也信了众多游客来到三川吧 万亩和堂边是大片湿地 这片湿地名为翠湖 由于湖水清澈 水生植物极为丰富 我们在翠湖边 偶遇到村民白云青 他正准备去湖中采海菜 怀着好奇 我们跟着他一起登上小船 想去看看如何采海菜 我们现在呢 感觉像是泛舟湖上 但实际上不应该说这是湖 是吧 叔叔 应该是什么叫翠湖 翠湖 那我们现在这应该算水塘 是不是 这一片水塘都是您的吗 对 有大概多大面积 我们划着小船在湖上 走了十多分钟 看到水面上 漂浮着很多小白花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海菜 是要采这样的 要有白白的根 它在人体面上是新鲜的 要非常新鲜 然后亲手掐断的这种才可以 然后未开的这个花朵 花菇朵 或者是已经开花了 都可以是吗 对 海菜也叫龙爪菜 是中国独有的水生植物 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和多种维生素 以及微量元素 其实我们看到那个海菜 它还是开花比较显眼 但实际上这个海菜 它是长在这个下面 很大的一个植物 对 它的椰子 叶子很大 叶子很大 其实有点像是那个 芦荟的形状一样 但是它没有芦荟的那个 整个那个叶片那么厚 像种植海菜对水质有什么要求啊 就是一定要农出的流产 而且最好是源头的水 源头水 海菜对水质要求很高 它只在极其清澈的水中才能生长 因此海菜也被人们称为环保菜 凡是有海菜的水域 水质一定是最好的 那像这海菜好不好种植啊 一般还是比较好种植 嗯 这个比较好种植 比较好种植 鱼栽 多数是鱼栽了 听白允卿说 由于海菜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也成为人们餐桌上的可口菜肴 如今很多村民都开始种植海菜 平均一亩海菜田能收入三四千元 您来教我一下 这个怎么采啊 这个呢 首先一直要把它拿起 嗯 就是好 然后人手要摸下去 摸下去 原来根根的地方一拔 嗯 对 它就一根就切了 哦 不然这样叠 一叠它就会断了 哦 所以我们吃的时候 其实是需要 它一直到这个白色的部分 对 这个白色的地方 才行 由于种植海菜 投资小 渐小快 一年四季均能采摘 因此经济收益非常好 听白允卿说 三春吧 最大的财富就是水 由于翠湖的水质好 也给村民们带来了丰富的物产 这个水啊 我们这个上次应该是 山肥水美 嗯 水还是很肥的 因为我们这个水啊 刚才从那个山洞子里面取来 好像富含那些植物生长的 那些微量颜色 哦 所以同样的水 这个种庄家了嘛 嗯 它这个水呢 就比那些山上的那些水 放过来的那些 那些庄家明显的不同 还要好 对 还要好 白云青家有十几亩海菜田 每年靠卖海菜能收入六七万元 听他说 这些海菜远销到昆宁等地 常常供补应求 采过海菜 我们上海岸跟着白云青回到家 他准备用新鲜海菜 为我们做几道农家菜 其实平时你们的生活当中 也会吃到这样的菜是吗 对 还是能够吃得到的 三川八人一般都能够吃得到的 这算是三川八人的传统菜 对对对 但是对这个外面来的人来说 这个就是特色菜了 一会你打算怎么做它 我打算这样洗好之后 就可以做一个凉拌 直接凉拌就可以吃了 对 凉拌 海菜的食用方法很多 既可以烹炒 也可以炖煮 不过在翠湖村 最常见的食用方法是凉拌 可以让海菜更加新鲜可口 白云青将海菜洗干净后 又用开水烫了一下 再加入一些酱油 辣椒 以及糖和味精等作料 然后进行搅拌 哇 这种酸酸辣辣的味道 已经在往这鼻子里面涌了 然后但是颜色还是非常的漂亮 我已经可以想象到 待会儿吃到嘴巴里 是怎么样爽口的感觉了 凉拌海菜做好后 白云青又烧了几道 当地特色农家菜 不一会儿就摆满了一桌 这些菜肴都是用农田里 刚刚采摘下来的蔬菜烹饪而成 非常新鲜 我们的叫偶石 偶石 凉拌偶石 就是脸又没有长出成型的 才开开才长得那种内心 所以实际上这一桌子 全都来自于这个 我们身后的水田里 小河边 就是大家生活当中常见 但是又非常新鲜天然的食材了 来 尝一下 尝一下 快 我先来尝一尝这个海菜 听白云青说 如今来三川坝旅游逛逛的人越来越多 他家开发了农家乐 一到节假日 各地游客络绎不绝 人们都很喜欢吃这里的特色农家菜 很好吃啊 我觉得这个口感太 就是它非常的清爽 然后你吃起来口感是脆脆的 就可以吃到它里面的那种汁水 但是你细嚼的时候 它又有那种纤维感觉 吃起来就觉得会 对这个肠胃会比较健康的这种菜 而且用醋和辣椒拌着之后 在这样的天气里面一吃 就觉得特别的舒爽 这个是用汤煮的 用汤煮的 我们来尝一下 海菜清脆爽口 营养丰富 深受人的喜爱 也是各地游客最喜欢的农家菜药 品尝过两瓣海菜 白云青让我们再尝尝他做的海菜汤 煮过的这个海菜花呢 它的口感确实没有凉拌的 这么脆爽了 其实凉拌吃起来就有点像 那个新鲜的小香葱的那种口感 但这个呢 就有点像我们经常吃的那个 煮的那种黄花菜的口感有点像 味道稍微有一点面面的 但是也可以吃到它本身的这种清香 但更多的是这个汤底 带来的这种咸香的味道了 不论是海菜还是莲藕 都产自三川坝的万木湿底 当地人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将这些物产制作成一道道美味佳肴 其实可能对大家来说 可能每个季节吃的东西都不一样吧 嗯 对的 那个特别我们这儿的话 到夏天的时候 这个和田里面的所有 都可以做成菜 比如那个 我们可以做前河宴啊 对 前河宴 前河宴 一壶清水不仅给村民们带来丰富的午餐 也让他们的家园更加美丽 随着旅游发展 如今村里很多人家 开发了农家乐和家庭旅馆 村民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足 很多在外学习工作的人 都愿意回到家乡发展 白云清的儿子名叫白赵 拍摄时23岁 看到家乡越来越美 生活越来越富裕 他毕业后便决定回到三川坝 在昆明读了那么长时间的书 回来再待到家乡 有什么感受 才开始的几个月 还是有点不太习惯的 然后过了几个月以后 然后就开始习惯 干起这些龙活 干起这些家伙式了 觉得还是父母 还是觉得很辛苦 然后把他们分担一点 那对这个家里面的环境 你觉得你出去这几年 再回来有变化吗 变化还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这些河道 这些治理方面 对它是非常地有效 每年夏秋季节 三川坝万亩河堂里 河叶翻滚 河江阵阵 山清水秀的天远风光 不仅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人 更是三川坝人心中 无比眷恋的美丽家园 走进云南白马雪山 邂逅五彩斑斓的 野生动植物世界 这个蓝色可以说是 天空的那个蓝色 太奇妙了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山河锦绣看中国 《彩云之南四季长卷》 正在播出 位于云南省狄青藏族自治州的 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雪风林立 森林遍布 这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 滇金丝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主要保护对象是 电击丝侯西齐索西齐的森林生态系统 到了秋季 金黄的大果红山 为白马雪山 披上绚丽的秋庄 让这里成为一个 五彩缤纷的秋日童话世界 前面就是我们的观景平台 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工作站 这就是监测站吗 对对对 这就是我们齐总统生态第一 芯城沙面 adam 请勿 Founder 我们下期见 的 我的天下期见 你 我们下期见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藏马鸡就是白马鸡吗 白马鸡对 他们在这边主要吃什么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像吃一些草籽或者是万木的枝条 枝芽之类的 在这个位置见到白马鸡是经常的事吗 还是偶尔的 偶尔的 偶尔的 一般在哪 一般在山上 上面来的 就是海拔再高一点的 高一点的随时的 那您分析他们为什么这回来到这儿 这边下来的后市吧 2010年 保护区在去中共开展 人工繁衣白马鸡 放归野外的试验项目 经过多年的努力 到2015年 就已经有三个种群 大约70多只 人工繁衣的白马鸡 被放归山林 快看 我们面前现在出现了一片 白色的森林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摄氏组很少 所有人同时一口同声的 哇 太美了 就是这样的景色 远看 在这片绿色的森林中 一片白 走进了看 真的像是冰雪的世界 而且我发现 好像不是所有植物 都能形成这样的现象 是的 是的 现在的话 我们就是靠近一个 我们的金牛河 晚上的比较寒冷 早上的这些树枝会结霜 然后您现在能看得到的 就是一片白满满的世界 雾松是北方冬季 常见的自然现象 没想到在云南的 白马雪山脚下 也能见到这种 玉树琴花的景象 在这里结成冰镜的植物 主要是生长在 鸡牛河畔的水柏汁 它的汁感纤细光滑 被薄薄的冰霜紧紧包裹住 也许是因为气温还不够低 这些附着在树枝上的冰花 敬影剔头 闪烁剿洁 有些已经开始融化 河边的草地 也披上了一层银毯 在雪山脚下 我们就这样静静地欣赏着 大自然造就的美景 现在大家可能在画面中 看到的我们人 都是一个剪影 但这不重要 身后的这一片的景色 景色全都被阳光照亮了 晶莹剔透 简直就是一片发光的森林 白色的森林 而且从我们这个地方 转头向身后望 白马雪山就在我们面前 它和这样纯白的雪山 真的是绝配 我觉得 相互呼应 非常有这个感觉 是吗 这样的景色是分季节的 不是随时来都能看到的 是的 大概是几月到几月呢 十月下旬 十月下旬 就有了 有有 我们已经走了将近一半的路程 张鹏万介绍说 从这里开始 就是盐阳活动比较频繁的区域 我们随时都可能见到成群的盐阳 盐阳大都在雪线下 悬崖上活动 但有时会因为贪脸山谷里的嫩草 而冒险下到谷底 这个盐阳群的话 既有公羊 还有母羊 还有一些亚成体 十一月份的时候 是我们高山盐阳一个 会集群的一个季节 原来的公羊群和母羊群 它会会合在一起 然后这个公羊的话 就会进行一些打斗 然后这个十一月份的话 也就是它的一个求偶亲 所以它们原来是不同的群 现在会 对对对 结合到一起 对对对 算是一种相亲的行为吗 是的 盐阳是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而取宗供是白马雪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盐阳其中分布的区域 它们很近 就在相机的旁边 是的 这是在做什么 它们在补充它们的一个盐分 这是公羊还是母羊 这是公羊 您可以看得到 它手底上有个非常大的羊角 长长的羊角 而且是弯弯的 弯道形的 这也是 这是两只母羊 母羊的脚就一点点一个尖 是的 和耳朵差不多大 它怎么忽然间被吓了一下 对 因为它对那个红外相机 比较敏感 它发现了 发现了 这应该算是非常清晰的 而且是彩色的 高山羊的影像 是的 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原 我们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徒步行走 终于来到白马雪山主峰 扎拉雀尼峰的脚下 与我们一路相伴的鸡牛河 已经变成了尖尖细流 并被厚厚的冰霜覆盖 随着海拔升高 气温降低 其中共呈现出 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模样 我们终于走到了 白马雪山的脚下 先过来欣赏一下 这壮丽的景色吧 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涵盖了从干热河谷 到高寒极地的生态景观 主峰扎拉雀尼 亦为十二战神 相传是卡瓦格勃 在东方的十二名卫士 它与周围十几座 海拔五千米以上的高峰 共同住起了雄伟的白马乌籍 扎拉雀尼峰海拔五千四百二十九米 三千多米的垂直高差 赋予了它 韩温带高山洞之舞王国的美誉 张老师今天全天都带了一部相机 平时工作也会时刻记录 也会时刻记录 景色应该都拍完了吧 景色太多了 真的 根本太不安 没有个十几年 时间的时间估计快不晚 您说的那个刘石滩是不是也快到了 对对对 就在这个主峰的脚下 就是我们的刘石滩 刘石滩也被称为高山冰原带 是位于永久雪县和高山草垫之间 海拔最高的陆地生态系统 也是高山生命带最前沿的区域 就是这样的布毛之地 却是张鹏晚心中最美的花园 他从2019年开始拍摄高山花卉 如今已经积攒了大量的影像素材 从他拍摄的画面当中 我们见到了白马雪山 鲜为人质的美景 你的相机里有吗 我们能看一看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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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我觉得到了这个开花的季节 好像白马雪山就不太像雪山了 是的 是的 它就更像一个高山上的花园 对 像高山上的花园 只有花 是的 是的 没有其他的绿色的像树啊 灌 灌虫啊 没有 是的 是的 只有花 只有花 因为其他的植物的话 在它这个环境 在它这个海拔的话 它不是易生长 它不能像我们这些高山花会一样 进化出一个 它能够生长的一个机制 流石滩上的植物 在每年的5月至9月开花 那时候气候相对温暖湿润 为了应对严酷的自然环境 它们进化出很多独有的特点 素生 叶品厚或具有发达的根系 它们呈斑块状或醋状 匍匐在地面 为了尽力传播花粉 流石滩上的植物花色都很艳丽 这个也是我们取中共的一个明星物种 叫做美丽绿绒蒿 这是绿绒蒿吗 对 对 对 绿绒蒿的话它的这个变种非常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非常多颜色的绿绒蒿 对 我们之前在普达厕国家公园的时候 拍摄的绿绒蒿是黄色的 是的 是的 然后是大大的绿色的叶片 那个应该是一个全圆叶的绿绒蒿 我们这个的话也比较有这个特点 你看它的这个机身叶的话 就是完全的生链 女状的一个生链的一个状态 对 这个是识别美丽绿蒿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这个太奇妙了 没想到这一次在白马雪上看到的绿绒蒿 是蓝色的 这个蓝色可以说是天空的蓝色 后面还能看到雪山 是的 还有积雪 对 他们就是也是在这样的贫瘠的土壤 当中生长的 是的 你就看看它生存的这个环境 就是一个典型的刘氏汤的一个特征 绿绒蒿是横断山脉 众多植物中的明星物种 与暴春 杜鹃和龙胆 并称为四大高山华卉 而喜马拉雅横断山区 被认为是绿绒蒿分布最集中的区域 几乎每年都有新种被发现 绿绒蒿鼠植物 全世界共有79种 80%的种类都在中国境内 绿绒蒿花形硕大 色彩艳丽 姿态优美 被称为 离天最近的花朵 它们应对流石滩严酷的环境 也有自己的方式 节衣缩食 积蓄能量 一生只开一次花 为了保护这拼紧全力的一次努力 它们的花朵非常艳丽 并且会随环境的变化 而呈现出不同的姿态和颜色 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绿绒号 就是绿绒号 是的 给我们形容一下它 你为什么喜欢它 一方面它的这个花朵 真的是特别的好看 另一方面来说的话 我们必须爬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才能见得到这个绿绒号 我们这一路在高边上徒步 其实中途有非常累 想放弃的时候 但是张老师都说 你们不走到这个雪山脚下 不看到那片秃秃的流石滩 你都感受不到 生命在高海拔地区 在雪山脚下是如何的绽放 是如此的顽强 但是我们真正走到这 看到这秃秃的山的时候 我们没想到 在这个地方 也能开出如此绚烂的花朵 所以我觉得这一路走来 我没有感觉到你的辛苦 我看到的都是眼中的光 和身上的那种热爱 是的 是的 真的是很热爱保护这个行业 然后即使说是 每天都在这个巡护 即使很累 但是心里面就只有一句话 我愿意 当广袤森林里 升腾起补补的雾气 白马雪山迎来了一场降雪 它会庇护着 怀抱里的山林和生林 度过严酷的寒冬 静待春天的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